鳳梨牛羹草造物据典 主要是照顧我们在地的老人家 阿公阿嬷来这边生活学习 分享她自己生活快乐的地方 牛羹草它是使用一个废弃的国小 当做据典来做使用 那其实就是希望能改造一番 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活力 讨论的过程中 我看到长辈好像又活了过来说 原来这个空间 他们是可以拥有一定的主导权的 设计师他拿了图案给我们看 我们来选什么图案 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那做地毯 叫我们拿枪这样子很有气 老人家做的东西自己可以欣赏 还蛮不错的 对我们来说牛羹草的形象就是一个 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不老春这样子的概念 视觉形象上面我们是用这个方向去出发 到达门口的时候 就牛羹草宝宝来迎接客人们到来 因为凤里这个地方就是它 大部分的人都是客家人 我们就是将客家花布这样的元素 融入到这个空间之中 窗边那边增加一排 有点像榻榻米的一排椅子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可以休息 以前都会滥放 现在给我们做的柜子 给我们规划放在上面去 它变得很整形 牛羹草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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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